今天又出外景 我們找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看的Youtuber 媽媽昌教我們做一個新年菜 發財好事 因為我自己做新年菜也不擅長 我可以說是沒有認知 所以請教一下媽媽昌 讓他們教一下我 首先我們有冬菇八隻 大冬菇,媽媽昌用了 這些冬菇很好吃 不知道在哪裡買的,你問一下 先浸泡一晚 然後我們有些甘蠔,生曬蠔 都是八隻 不用浸泡太久,15-20分鐘就可以 免得浸走味道 一兩法菜大約40克 用油膩浸泡15-20分鐘左右 之後換四五次水就可以了 調味料有雞粉一茶匙 然後生抽一湯匙 然後生粉一茶匙 用來打蜆 先跳過來這邊 半茶匙的鹽 一湯匙的蠔油 然後我們有一茶匙的糖 少許胡椒粉 三片的金華火腿 這個就是選擇的 拿下去炆就比較香 蒜頭要大約12粒 事先炸一炸 之後才炆 這瓶是什麼呢 這瓶就是媽媽昌自製的薑汁酒 很簡單的 其實是一湯匙的薑汁 加兩湯匙的紹興酒 拌勻 可以在冰箱裡等到一個禮拜 我們今天也會用少許 三四片薑汁 拍鬆 一會兒用來出水 炆 也是幾塊的紅蔥頭 也是拍鬆 這裏有媽媽昌自製的紅蘿蔔花 最後用來盛製 右邊有些麻油 還有400毫升的冬菇水 當然還有左上角的生菜 首先煮一煮水 然後放兩片拍鬆的薑 放進去煮一分鐘 就可以把蠔豉放進去 煮三十多四十秒 不要煮太久 因為味道會走光 而且會縮水 這樣就不太好看了 煮完之後 就用冷水沖一下 整件事就很靚 很靚仔 你看 發菜也是一樣的 都要出出水 一片薑 放一些滾水 然後就煮一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都一樣 煮完之後用水沖一下 下鍋了 現在燒熱了些油 先把蒜頭放進去炸一炸 兩分鐘左右 炸至金黃色 然後拌起它 拌走油 剩下兩湯匙 加兩片薑 和紅蔥頭 炸一炸 炸一炸 火就不要太大 中火 然後就可以加上 金華火腿 和冬菇 炸一炸 炸一炸 十多秒 然後就可以加一湯匙 的紹興酒 炸一炸 這個之前介紹材料 沒有提到的 沒有說到有紹興酒 所以不只是我一個 哈哈 哈哈 加一茶匙的糖 一茶匙的雞粉 一湯匙的蠔油 還有那些菇水 400毫升 用中火 慢慢炆煮 20至25分鐘 趁那邊炆煮的時候 我們先煎蠔 那些蠔最好都煎一煎 因為可以披露了一些味 和上到一個好看的顏色 看有沒有其他廣東話教主食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一些競爭對手 還有一些敵人 那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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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進去看 看完之後又覺得挺有趣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潮州菜 而他又做很多潮州菜 潮州人 那些蠔餅 那些鹹油角 那些甜油角 那看完 那看完又訂閱了 訂閱了之後又繼續看下去 又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又是中英對照 有了中英字幕 還有他做到一些我根本不懂得做的東西 即是新年那些蜜糕蜜糕 我只是懂得做蘿蔔糕 下一條片就是了 還有一些家常小菜 看他做跟他學習很開心 我自己也煮過一兩個蠔餅 是很好吃的 所以今天就特意介紹他的頻道給你們看 看到螢光幕右上角有個小盒子嗎 按下連結 訂閱他的頻道 我們繼續煮食 因為看到他的手都癢癢癢癢 加少許薑酒 一茶匙薑酒 再加少許黑胡椒粉 去調味 拌勻後就可以把一邊 炆煮了25分鐘 把法菜放進去 小小的一邊 不要一次過推進去 可以快一點煮好 以及上碟的時候更好看 加一點水 因為法菜也很吸收 蓋上蓋子煮五分鐘 好了 差不多結尾了 現在可以加入剛才炸好的蒜 也要加少許水 因為已經五分鐘 已經吸收了很多 然後加入剛才煎好的蠔豉 一湯匙的生抽 一湯匙的生抽 然後加入半茶匙的老抽 上一上色 蓋上蓋子煮多五分鐘 淋上碟前打個芡 還有擠上少許麻油 這樣就可以了 先把所有材料倒進去 做得更好看 這個菜真的很好吃 因為那些菇很漂亮 買得很大隻 你看看 多謝收看 記得訂閱媽媽媽窯的頻道 拜拜 同樣子